拜託大家支持感謝 周末副選場侯友宜把第一站 留給北市小雞 似乎對自己的心北很有把握 但最近有選民接到這通電話 民進黨令委余天親切的口吻 電話錄音敗票 但明明說跟侯友宜是好朋友 卻要大家把票投給林佳龍 國民黨看一看 李宗妮要選總統也是只有他 給他轉身去破總統的路 指定給我們家庭 三四十年好交情 余天的理性跟感性 看來好像沒有掙扎 你如果說要選總統 你再來選這個市長 就比較浪費資源 你知道嗎 所以你沒有說不要投給好票 沒有 沒有沒有講 今天真的是我的老朋友 今天應該知道我在選2022的新北市市長 記得喔 老朋友給我握票 水票 給我回答票 侯友宜就欺負你這票 遠端在向老朋友喊話 但民進黨特別派出余天電話敗票 就是希望在三樓掠營票倉能催出基本盤 另外板橋細紙也都有人接到這電話 侯友宜進辦緊急回房 我要給林佳龍一個譴責 為什麼你要逼余天去做這件 他不想做的事情 你是不是故意挑撥余天跟侯友宜 好朋友 讓他們有心結 侯友宜真的顧及跟余天的交情 那也請侯友宜不要再為難余天了 也請侯友宜不要再為難新北市市民了 藍綠新北戰局因為一通電話 再度被炒熱選情 TVB的新聞 劉俊專科 新北台北採訪報導